集团 醒了 这要今天把合同一签了 就比声音就算班上顶顶跑不了了 你的事成了我的事怎么办呢 我还等人回话呢 妈是 你给我装糊涂是不是 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事 我又仔细想了想 还是不能干 这事你可说了 我说了算 我不能做这样 亏本的买卖 问题是你把人家给骗了 怎么着 你想瞒我家 你要是不认真 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确定了 当然的 往哪儿 老爷 把大门给我关上 他和苍蝇 谁也别想进来 那儿有大鬼鬼 看着办 明白了 门来赞 韩晓阳 我们老爷说啥 您可都听清楚了 我们老爷说了 您和苍蝇 谁都不能进去 尽且就敲拾我一条腿 您给我留这条腿 您外边去啊 好 给夏宇 不好意思啊 对不住了 给夏宇啊 那 可以了 就在这床吧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哎呦 哎 老爷 你怎么回来了 合同签了吧 黄了 哎 我跟你说话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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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什么二啊 二八 哎呦啊 我看你够二的 你才二呢 那我们要开始 我刚才能看到人的 三二吗 啊 我们是在哪里 下飞的 也有一颜格 我走 个人 我走 先开始 哎呦 我要走 自己 我走 我的第四个 我走 命 你要买什么 我们可以带牢的 我就到对面买个面人 让我去吧 你要买什么样的 我要自己看了才知道 把手放下 放下 你好 这个小红旗可以卖给我吗 你怎么自己来了 腿伤好了没 夏安就来了 你怎么样 你别起来 赶紧坐下 哥哥的手下都在那儿看着呢 他们天天看着你啊 今天哥哥去总兵府了 我才敢出来的 他去曹鹏那儿干什么 我也不大清楚 不过老听他说 什么和德国洋行枪炮的事情 军火 随便看看 想选个什么样呢 这小儿都是今天刚捏的 你看这小儿捏的 多精致 多漂亮 选一个 来来来 多少钱 一个铜板 好嘞 慢走啊 你啊 还真像个外货呢 我这也是刚才献学的 还行吧 韩秋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太危险了 我能看到这枚小红旗 就已经很高兴了 陈子 不要悲欢 开心点 你问一下你们老爷 到底想干什么 你放心我再不进去救他们 快去吧 去 那你得在这儿等着啊 等我了 去 老爷啊 哥儿先生就在门口等着呢 他也不走啊 您说怎么办啊 你拿着打狗棒 砸了朋友的饭碗 你说怎么办呢 他不是挨在这儿等着吧 等着呗 我急死他我呀 明白了老爷 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你甭管这闲事啊 闹别扭了 闹别扭也得挑个时辰 这个时候闹别扭 那生意要是黄了怎么办啊 黄了就黄了 能怎么着 我说你这是堵什么呢 都这节骨眼上了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 不管怎么说 人家韩南根是你老板 你得罪你老板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听我的 行了行了行了 河边无情草 不许得嘴绿 我怎么又成得嘴绿 喝杯茶 爸爸活 活不了了我 我看你也活不了了 韩先生 我们老爷说了 这个前几天呀 老爷朋友的饭碗 被老爷朋友给砸了 老爷朋友没了饭碗 就老不高兴了 于是老爷的朋友 就找老爷 让老爷找老爷的朋友 陪老爷朋友的饭碗 可老爷朋友 不愿意陪老爷朋友的饭碗啊 于是老爷就说了 那你要不陪我朋友的饭碗 等于就是砸我的饭碗 大家就不是朋友 那我也砸你的饭碗 老爷说 如果你想跟我交朋友 那就得陪我朋友的饭碗 大家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如果你陪了我朋友的饭碗 那你就会认识更多的朋友 有了更多的朋友 就会有更多的饭碗 有了更多的饭碗 就会有更多的朋友 这边是朋友 那边也是朋友 如果老爷的朋友都可以交朋友 那大家一定可以做朋友 什么玩法 朋友的 不能朋友不是朋友 饭碗不是饭碗 门来菜你 你到底想干嘛 陪我朋友的饭碗 来 来 来 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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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门来菜呀 你到底干嘛呀你 什么也不干 我准备跟我们家太太学学 经营大谷 这唱你错了 王二姐师父啊 时间快到了 干几个不重 我说过了我在家师父 金高利 你担不了我的合同 你赔不起 我赔 对 为啥呢 合同还没签呢 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什么都放弃 都为了南方的那批花 对了 就这意思 你不干了吗 是吗 我自己去 我警告你啊 我们政府有规定 任何部门 不能跟外国人签合同 尤其是俊华 我现在就接过你 不去找新一个卖班 好啊 叫声个儿老板 我要告诉你 要找新卖班 千万要仔细 烟酬失剑刀 奏怕来不及 合同没落招啊 担打废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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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哥先生 曹甫又来电话了 说接个儿干嘛呢 这么长时间还不到 这儿 对对对 什么来的啊 瓶套啊 老爷 备车 得了 别学了 你干嘛干嘛 干嘛 你教教我 你干正事 我都不想唱了 你就过来 好吧 我答应你的要求 可以吗 我对上帝法师赶紧走啊 你看你看你看 早知见何必当初呢 这笔声音 有白猛虎了 我不去了 不不不不 不不去 救救你 你看你看 去是个好事啊 你应该高兴啊 苦骂啊 不苦啊 嗯 好啊 走快点 老爷 怎么样了 老爷的朋友 愿意陪老爷朋友的饭碗 走走走 来 好想想 请 你还在干什么呀 我一点都不想再见到你 小玥 别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你对我 就只有感激 可是我一点都不需要 小玥 小玥 咱们 怎么你也在这儿呢 怎么你也在这儿呢 他怎么也在这儿呢 他来这儿当先生帮我代课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是来接你出去玩的 好几天不见你怪想你的 你们走吧 走 小玥 我说怎么到哪儿我都能看见你啊 我呀 知道吗 我是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怎么看你我怎么都不顺眼 知道 在这儿当先生是吧 大明起您就甭来了 小玥 我出钱 明天给你请个先生 不 请俩 走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走不走啊 走走走 走 走走走 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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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这位孟小姐 架子也太大了 曹大人的公子 这么甜的脸似乎着呢 可她却一点项目面都没有 好嘞 上 这大户家的千金小姐 哪个不是这样 关键就是看男爷们 有没有本事治住她 这么说 要是您上去了 这位孟小姐 肯定就拿下了 有这个本事没这个命 也是白搭呀 少爷慢点啊 我累了 我要下来 停停停 来 小月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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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上 快 马啊 我也骑过了 山马我也看了 我要走了 小月 你别着急啊 小月 你看天还早呢 咱们再玩一会儿 没什么好玩的 我头疼 怎么了 疼又疼了 谁扔你了 给我说 我一码给她摆平 听说孟小姐的平民小学不那么顺利 难免有些心情不好是吧 怎么不顺利 缺银的是吗 给我说呀 要多少要多少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你们 你怎么去到我办平民学堂 是啊 郭副官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哦 是这样 主要是因为孟小姐身为女流之辈 能有这样的胸怀善举 在下甚为佩服 孟小姐 有什么困难请您尽管吩咐 相信少爷跟我都会鼎力相助的 不用了 谢谢 孟小姐 你先别走 过来 快点 快点 那个 孟小姐 你你你坐 孟小姐 这边 这 放这边 孟小姐 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着 我也得让你开开心的 你们 给孟小姐 敬礼 你们别叫 你是要干什么呀 孟小姐 先别走 等他 快点 那个 别走 孟小姐 你坐 你坐 你先坐 那个 葛副官 咱们那个绝活练好了吗 大概 差不多 好 那个 开始吧 苹果 放你头上 快点 少爷 少爷 我 我的枪法要比他们的好 比他们准一些 少爷 准什么呀 别变了 小爷我告诉你 小爷 你去看 葛副官 我 快去 快点 快点去 要干嘛 老王 开始了 行枪手 打苹果 哎 哎 救我 你干嘛呀 哎哎哎 干什么 不就打个苹果吗 那要是一枪打偏了 人死了怎么办 哎呀 战场上死的人多了 不就死两个人吗 太太不忍道了吧 葛副官是神枪手 再说呢 这些枪 都是你爸爸从德国运来的 最新的枪 等会儿 刚才说什么 哎 我说 我爸 是你爸的老主公啊 你是说我爸 他在卖军火 是啊 哎 你们德发洋行一直在卖军火 孟小姐 您不归不知道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不信 你去误我爸呀 哎 前几天 我还帮咱们家老爷子 拿下一个几百万的军火订单呢 有步枪手枪机枪 还有大炮呢 哎哎 孟小姐 你还没看我的好枪法呢 你们 你们 小云 小阿姨 小云呢 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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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吓我一跳 小姐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 咱们银行都有什么货呀 你想看货跟我说 我告诉您就行了 你看 这边是羊面粉前天进的 您再看这 这边 这是德国自行车 也是新进的货 傅雪儿 你把这个箱子给我打开 不是 那是去年的货 这个你不用管 你给我打开 过来 来 打开它 打开 好 走 小阿姨 走完吧 小姐 您再看这边 这是新进的洋部 对 这边 这是山东草帽 傅雪儿 你跟我说句实话 爸 咱们洋行是不是一直在卖军火 军火 军火可不知道 小姐 你看咱们洋行进什么货 出什么货 都是买办和太太亲自经手的 别在这儿给我避时就须一推二五六 咱们洋行其实一直在卖军火 你们所有人都瞒着我对不对 小姐 你看我们这当员工的 万万不能胡说八道 你要是不信就去问孟买办和太太 行了 行了 小姐 我真的不想得到自己也是不信就去看 大事 同志曹鹏划到了 让他们派人来去 放心吧 倒半局 都是你啊 好好一单生意 成了赔本转腰盒 这句中国话你也明白了 什么叫赔本转腰盒 上一单满年 你已经赚了多少钱 我提醒你啊 我那回扣可不能短接商量 那不可能 你逼着我打车 我再给南方那批话 开工了 怎么补 那就得拿 这单生意的理容补 全世界没有这么做买卖的 没有这样干的 上一次那批话你已经赚了够的 中国有句老话 叫不能光吃个辣 你得辣 你得吐 明白吗 跟这单买卖没关系 你烫着了是怎么的 是你比我 我在开边买的 难道你一点也不分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没做亏心事 本来才 我怎么找了你当卖本 你这话什么意思 看那根 当初你穷得叮当滥响 在大街上卖针那会儿 怎么不是这话 你不应该给我当卖本 你应该去给孙中站那边当卖本 好 小编组 把箱子带一下 来 好 看看你现在 你看 放 放紫道 绝对是新的 不管新的旧的 反正放在曹森那儿 就是个摆设 好 来试试试 小姐 你怎么回来 起来 来 干嘛呢 我跟你韩叔叔 在工作 这些 这些都说 都是些什么货 机器 机器 什么机器 这是 工 工厂里用的机器 什么厂 做什么用的 小云哪 小云 你怎么问这个啦 我是你的经理助理 我应该知道这些都是什么 说 告诉我 想回家 爸爸慢慢地告诉你 小分头送我 带他回家 回家爸爸慢慢走 你怎么回去 爸 你现在就告诉我 这些到底是什么 爸爸刚才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来来来来 你不是懂德文吗 马克思 吹楼太了 机器 跟什么 机器啊 机器 我是你的亲闺女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这到底是些什么 不就是机器吗 你看这孩子 打开让我看 什么呀 多打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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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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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了 机器 爸 这些就是你说的机器 杀人的机器 自败军火 小云哪 小云哪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太不像你爹了 你太傻了 这哪是军火 这次弯剧 弯剧 有钱人玩的弯剧 对啊 对啊 我们两个人都爱弯剧 这是我给一个老板订做的 你以为是木头刻的 都老贵 都老贵的 小姐 真是弯剧 那老爷说的全是大实话 好贵啊 真的 这都是玩具 是 是 是 真的都是玩具 哪孩子玩的玩具 这也是玩具 是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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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借也就是你说的玩具 不是 你 借 不是 借 借 借玩具吧 不适合女孩子玩 骗子 骗人 你 你 借我 我不了了 我不了了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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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事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 我想的什么样 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不承认 是 是 是 咱们家是做军火 但是军火也是买卖啊 可是军火他杀人呢 枪炮本身不杀人 杀人的是那些开枪开炮的人 他要去杀谁 他要往哪儿挡 这才管不了啊 要说杀人 那菜刀也能杀人呢 一把绳子也能勒死人呢 要照你这么说 不能卖菜刀了 不能卖绳子了 菜刀和绳子 不是用来专门杀人的 可军火是 袁世凯现在 他正在搞独裁 他还想当皇帝 他买军火 是为了镇压像孙中山先生 那样的民主制式 你还帮着他买军火 不是 孩子 你光看见爹 卖给袁世凯了 你怎么没见爹 还悄悄地卖给南方党呢 咱别的不说 咱就说这个甲骨战争 咱们败给 日本人 喂 妈呀 是因为咱没有好枪好炮 赔了那么多银子 还搁了台湾桃 让人心疼的 你爹就是打那个时候开始 决定了 要做军火买卖 咱能干好枪好炮 跟他们干一招 把他们赶出去 你爹有错吗 是 如果说错呢 我没有跟你说 但话又说回来了 你那个时候在国外 你还小着不刚回来嘛 那我现在求求你 咱别做了行吗 再怎么说 那军火转来的钱 都带着一股血腥儿 喂呀 谁在这说话呢 你这话说得可真轻巧 你爸要是不干了 咱们全家吃什么 啊 再说了 这带有血腥闷的钱 你也一样没少花 你从小到大 吃的用的穿的带的 上学的出国的 哪样钱不是你爸 卖军火挣来的 晓云 我还真不是说你 你要是真清高的话 这家的饭 你以后还真没法吃了 你爸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容易吗 你何必跟他较劲劲呢 你这孩子 行了行了行了 能不能少说两句 不是 晓云哪 你也别太叔生气了 好 好 就算咱家不做军火买卖了 那袁世凯 他就不杀革命党了 照样有人给他卖军火呀 我不管别人 我就管你 反正你不能再做了 孩子呀 你爹是个叫花子出身 打小咱穷啊 我把小雪卖的这个事 你不是不知道啊 天如今 咱好不容易走入正轨了 咱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哪 不但你爹要干 我还要把你拉进来 咱一块儿干 我不干 你赚的钱我也不花 以前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 我自己去赚干干净净的钱 大小姐 挣钱可不是你上嘴瓶一碰下嘴瓶就完了吧 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行吧行吧行吧 你狗有李公平不是好人心的 看你把他扔了 行了行了 小云呐 爹把你养这么大 又送你出国留洋没别的意思 就想让你继承家业呀 爸 别说了 我是不可能跟着你去卖军火的 我也不可能去赚这份钱 我也劝你别干了 爸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 那我就不认你这个爸了 你这个孩子跟谁说话呢 我说 你要再卖军火 我就不认你这个爸 孩子 现如今赚钱容易吗 你还不认你这个爸 你出去试试你出去试试容易吗 你别以为我不敢出去 那你走 我走就走 谁都别来着我 小心 小心 别赶紧 别赶紧 让他走 让他走 老爷 外边下雨了 别拦着 别拦着 他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回 回来了 我平时说话你不听啊 惯 惯 都是你惯的 你就惯吧你 走 春子 很高兴今天能看见你 你的笑容 你的泪水 你的声音 无时无刻 不在我的脑海里悬绕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小月 快进来啊 哎呦 什么呀 你叫成这样啊 快进来 你这从哪儿来啊 啊 哎呦 怎么了你这是 先擦擦 哎呦 你这傻丫头 我生病了吗 你这个是 应该是 我生病了吗 很疼啊 哎呦 哎呦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说话呀 我跟我爸吵翻了 再也不回那个家了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啊 哎呦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再怎么跑那也是你亲爹 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来来来 坐 坐下吧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 这么晚了跑出来 孟初得多担心啊 到底因为什么呀 王秋 我爸他在卖军火 杀人的军火 原来我从小到大 衣食住行 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沾满鲜血的钱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亲眼看见的 怎么说 都是真的 也知道 你们都知道 就满我一个人 你先别激动 我这也是听说 再说这无凭无据的事 我怎么跟你说 你回去以后 真的告诉我说 不能再卖军火给袁世凯了 这样会引起公愤的 九哥 失去政治你比我清楚 你帮我劝劝我爸 别让他再做这些事了 行 我试试吧 我试试吧 先不说这个 你先 休息休息 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装 我说过我不回去 小云 我就不回去 从一天开始 我自己赚钱 自己养我自己 我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我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绝对不再吃家里的一口饭 傻丫头 韩九哥 你家有吃的吗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的 饿了啊 我饿了 你等着 好 我给你鱼鱼 下碗面 这鱼怎么还不停啊 这孩子真不回来了 上楼吧 这都几点了 鱼怎么还不停啊 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是他自个儿铁齿钢牙要走的 你让他出去撞一撞 他不出去撞一撞 他就不知道外边的锅是铁打的 行了 行了 他是个女孩子家 既然扛不起 手抬不动的 你让他出去怎么活呀 他活不了自然就回来了 小子 咱们什么心 你别会儿说的 这丫头怎么跟我一样啊 死降死降 不用问你就知道 他呀 肯定就上那小子那儿去 谁呀 是不是赚晗雄那儿 什么呢 赚晗雄那儿去看看去 如果看见小姐在那儿 让她别生气 我请她回家 你可真行啊 她冲你那么大呼小叫的 你还请她回来 你真行啊 这丫头说得对呀 这个卖军火 本身就是个造业缺德的事 你就惯了 你就惯了 我看她下次回回离家出走 你会不会请她回来呀 行了 你稍说两句吧 你先上路 我先上路吧 没见过你这么惯孩子 小伯特 韩秋 我们老爷让我过去接小姐 她 她没住在这儿吗 没有 我正好去找孟叔呢 这小鱼不愿意回家 我给她送妞妞家去了 那行 我去妞妞家接人啊 不不不 我估计已经睡了 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这样 我跟你回去 只是老爷见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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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秋啊 你怎么来了 见到我们家晓云了吗 她刚才去我那儿了 说什么也不回来 不怕您放心不下 我过来跟您说一声 我给她送妞佑家去了 没事 叔 好 笨头儿 弄点吃的 我吃过了 叔 我没吃 来来 到书房 到书房 来 盖世 别忙了 婶儿 不冷 躺下 躺下 这儿不比你们家 哪儿哪儿都是露气洒风的 半夜里冷 狗睡嘴 人睡腿 好了 腿就动不着了 嗯 来 我干啊 睡吧 早点睡啊 回去了 妈 你早点睡 嗯 谢谢婶儿 你干吗呀 我想让你躺得舒坦点 我挺舒坦的 我想和你近点 想亲热 那你这样的话 就真的不回去了 就放着你家那么好的条件 过了 嗯 请爸亲闺女吵架 也就是气头上那会儿 过几天就好了 我跟你说 妞妞 我这次离开家 真的不是因为跟我爸吵架 我就是想自己赚钱 养活自己 你真是的 你这样的生活 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你还自己找苦吃啊 嗯 我就是想试试 可是 就是要麻烦你了 因为在没找到工作之前 我肯定要天天给你 挤在一张床上跟你住 哎呀 没事 你在这儿踏踏实实地住就行了 想住到啥时候 住到啥时候 这样我才开心呢 不过我就怕你不习惯 我们家可不比你们家 条件差一些 习惯总会不习惯 特别习惯 这样又想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小时候 是啊 小的时候多好啊 你 韩秋哥 还有我 我们三个 天天都在一起 你现在跟韩秋 到底好没好啊 小时候你不是老假装做她的媳妇吗 你现在不喜欢她了 是她不喜欢我 我去做一个 原田是个什么鸟人 咱就不提他了 你要是屁股坐在原田那儿了 我得真得说到说到你 春子跟他哥不一样 而且我们俩好 他跟这个 没关系吧 怎么没关系啊 老话不是说了吗 打断骨头连着筋哪 韩秋 我不希望你走在大街上 老百姓指的你的后几辆 骨骂你和袁田是一家 你马上跟那个春子散了 再说了 你知道小云对你有意思啊 别的谈不谈 你要是让我们家小云 你伤心了 我可饶不了你